好大家平安 今天新眼光进度斯西布莱书第二章的一到四节 我们先一起祷告 主上帝我们向你心弹感谢 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再次来到你面前 愿神灵动工开我们的眼睛耳朵和我们的心 真实领受你的话语 照你的旨意来行 向你心弹起求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我们就来看一到四节的经文 第一节 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 恐怕我们随流失去 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 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 怎能陶醉呢 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 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 神又爱自己的旨意 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义能 并圣灵的恩赐 同他们做见证 好当我们继续来看的时候 然后因为第一章的内容讲完之后 又插了一小段 我们可以讲说就是插一段 劝勉跟警戒的内容 劝勉什么事情 听见的道理 当然我们很有机会听见上的道理 当我们愿意一起来灵修读神的话 就是慢慢听见对不对 然后不管是借着圣经或是人传讲 让我们所知道的 就是关于更重要是关于这个救恩的内容 好 当我们越发真正所听见的道理 恐怕我们随流失去 这当然是一个河河本 比较古早的翻译 那恐怕当然就是 我们可能就忽略了 有些不好结果 然后随流失去就是飘飘飘飘飘 不知道去哪了 就远离了那个正确应该有的方向 所以很有意思我们到底怎么听 然后有没有放起来 还是就随流失去飘到不知道哪去 就是那些借着天使所传讲的话 就是确定的 好 很有意思会有这样的概念提到 也主要是因为 特别是救命时代 好像很多时候是借着天使来传讲这些律法 好 所以当这边特别提到天使 就是借天使传讲的内容是确定的时候 所以当信徒可以知道上帝 他讲的内容 但是又不去遵行的时候 就是怎样 就是悖逆 然后就会受了该受的报应 我们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些上帝的命令呢? 我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 怎能陶醉呢? 救恩是完全的 包括我们得到赦免可以有永恒的生命是不是? 但是很奇妙的是这边讲说忽略 忽略 然后又跟这么大的事情 其实那是个很强烈的对比 竟然是这么大这么重要的事 怎么会忽略? 照理来说应该不会 但是人好像就这么的软弱 他一直在专注在那个不知道重点是什么事 结果众生导师却被忽略 这么大的救恩 竟然就被我们忽略了 怎能陶醉呢? 所以这个陶醉也可以对到第二节当中讲的报应 就是需要付代价 但是神他自己是如何行的? 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百般的义能 并圣灵恩赐 同他们做见证 当然神迹奇事义能 哎呀 是不一样的词句没错 但是都是出于上帝的作为 只是重点不一样 上帝用各样的方式 让我们可以看见明白 但是我们如何选择呢? 同他们做见证 就是透过神这些奇妙的方式 让我们看见了明白了 知道了那些传讲人所讲的内容了 让他们知道这是出于神 那我们是如何来听这些道理呢? 我们先来祷告 今天主上帝我们要再次来到你面前 仍然要向你心想感恩 主谢谢你 有各样的方式 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教导 你的律法 主但是求圣灵动工 使我们有敏锐的心 不会忽略了那这么大的救恩 让我们更紧紧的抓住你 既然听见了 不要随留失去 而是照你的旨意来形象 祈求 祷告 受奉主耶稣 基督名求 阿们